男人哆喝的跟火星蟑螂打招呼 Konichiwa Arigatakodaymasu 这只火星人压根不鸟他 梦的一些冲箱的媳妇 然后咔啪一些摆断了老妹的大坡感 男人顿时气急眼了 Bak tiyado 我有和你决斗 蟑螂人一听 Siyang 你当难啊 于是他二话不说 转身呜呜呜两下 直接跑回老巢谣言去了 男人抱着已经咽气的媳妇 整个人都懵逼了 等队友赶到后 得知小美被蟑螂人扭断了脖子 Bak tiyado 没想到蟑螂人竟如此强大 意识到外面太过危险 于是他们紧忙将老妹的尸体 带回星际飞船 质问负责人 这他们到底是什么事 Bak tiyado 你不是说让我们来消灭蟑螂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真刚小把臂 那是真刚小把臂 就是蟑螂啊 500年前 由于日本资源枯紧 于是他们便往火星上 送了一批蟑螂和苔藓 企图利用蟑螂和苔藓 来改善火星上的居住环境 然后趁机实现火星移民计划 只是火星虽然被改造的和地球一样 但这些打不死的小强 却因为遭受了宇宙射线辐射 直接发生了变异 强哥在火星零下80度的恶劣天气里 开始了爆发性的计划 不仅计划出了像人类一样的体格 还拥有超高的智商和各种异能 当日本政府得罪了这个情况后 便立马派生物学博士 从社会上搜罗一群赶死队 而这群赶死队 无疑不是那种打瞎的骂傻的 扒一小孩裤子那种 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影 当他们得知来火星清除蟑螂 每人能至少获得100万刀的奖励 便立马拍拍大嘴 直接报名加入火星扫蟑螂的计划 殊不知博士早就神不知鬼不绞的 在他们体内植入了昆虫的基因 因为蟑螂人的速度之快 力量太强 他们只有融合了昆虫基因激发各自异能 才有能力跟这些蟑螂人掰掰手办的 往后者舰长通过脑电波传送 把每个人的异能气息发了出 而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就是竭尽全力消灭强哥 然而就在几人正的商讨作战计划时 海盗三自离队 直接冲到了飞船外面 准备来挥一挥火星地表最强蟑螂哥 于是他掏出了一针火星剂 照着这一大把梗子 吃闹了一针 瞬间就融合了基因 把自己变成双腿剑术的步行宠 紧接着海盗照着蟑螂人 然后他顺着蟑螂人没反应过来 咒咒咒罩着蟑螂人 射出了斯泰修母光线 就在他以为蟑螂人 会像小怪兽一样当场嗝屁 蟑螂人一遭黑虎掏心 直接把海盗抛了个 透心两次心飞扬 紧接着蟑螂人空吃一些 跳起十米来高 但是那些爬到了飞船的观察口上 船里的人一看 顿时吓得他们哑麻呆住了 眼看着蟑螂人 跟他哐哐哐疯狂瘦砸玻璃 舰长取出基因活性剂 照着自己搭拨狗的 呼斯就来一阵 而嗶嗶腔里的活性剂 瞬间就嗖嗖嗖 直接诱发了他体内的昆虫基因 把它变成了一个 力大无穷的子弹一样 紧接着舰长就锁死了 闯进飞船里的蟑螂人 哭吃一泡子 直接把闯入飞船里的蟑螂人 干啪去了 发现基因被改造后 竟然拥有如此彪悍的力量 他们全都惊叨了 可偏偏日本的星际飞船 检测到有8批蟑螂人已经来袭 而飞船的指挥系统 突然发生了故障 导致整个飞船都不能起飞了 一旦跟一会儿的蟑螂人正面硬杠 那我们所有人 全部都死了死了的 比如说舰长立刻让船员兵分两路 其中已经变身的船员 留下来跟他洗断后 而未变身的快马加便 去寻找十年前 遗留在火星上的飞船一号 随着飞船的肛门人 自概先被船员打开 几人顿时就发现 蟑螂人已经把飞船为个水泄不通 小黑儿立刻给自己 弄了一针火星剂 在变身之后 整个浪趴在装甲车顶上 然后鼓足了大嘴巴巴 发动一能 嘶的一下 朝车后定吐出了 长达20米的火焰 装甲车有了小黑的火焰加速助力 随即就以每小时 986千米的神速 冲出了蟑螂人的包围圈 快速朝一号飞船的降落地驶去 就在几个人 哼喝的庆祝 他们冲出了蟑螂人的包围圈时 20千米开外的荒漠上 突然出现了蟑螂潮 遮天逼日 跟他们蝗虫过境时的直逼面门 船员开着装甲车 不得不正面硬钢 然而在小黑 堪鼻火箭的嘴炮驾驶下 装甲车无力 冲出了蟑螂人的浪潮 船员们刚要喘口气 紧接着第二波 更狂更浪的蟑螂人 再次朝他们来袭 这时小黑已经是淡尽两绝 无法再继续抵御 蟑螂人的第二波攻击 于是擅长防御的两名爱将 叉叉叉叉变身成了昆虫形态 架起盾牌 守在装甲车顶 共同抵御第二波的攻击 谁知蟑螂人的冲击力劲太大 就在船员成功突围的瞬间 装甲车等日等日凌空翻转 360度彻底失控 两个小爱将和小黑一块 整个浪被甩下了装甲车 而车里面队员全都倒霉等待 随着装甲车恢复了平稳状态 便立刻启动了自动驾驶模式 飞速驶向了一号飞船 一二哥就没形成着 地上还拉了仨大火人呢 紧接着张浪人直接朝第三人围了过来 直接将其揍得当场嗝屁 此时装甲车里的船员 已经成功抵达了一号营地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能够 飞离火星回到地球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当飞船里的三人听到枪声 立马出来查看到底怎么事 随即就看到一个张浪人手辞 笔笔墙直接包围了他们 于是栓子赶马给自己注射了火星剂 谁知张浪人二话不说 照他脑挖狼 呸就是一枪 而栓子一个灵活转身 躲过了直逼面门的子弹 他的队友则赶马一起注射火星剂变身 照着面前的火星张浪人 就是两脚 在另一个队友化身螳螂将的援助下 半个点不到 萨人就解决了面前的张浪人 然后萨人紧接着就看到 原本发生故障的二号飞船 此时却轰隆隆的在点火起飞 萨人这才就知道 飞船压根就没有故障 他们这是中了生物学博士的 调虎离山之计 而博士的真正目的 是把几个人当作与昆虫基因 相融合的模具 利用他们的力量 来获取火星张浪人的基因 然后制造出强大的蟑螂军团 称霸全球 此时博士已经采集了两枚蟑螂卵 将其放进飞船 准备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然而就在飞船即将开始 星际跳跃的瞬间 张浪人的基因卵突然开裂 两个被人类干扰过基因的 蟑螂强哥强弟就此诞生 博士见状 紧盲命人控制这俩刚出生的蟑螂人 但他们低估了张浪人的能力 即使是刚出生的蟑螂人 一炮子就将博士的手下干嗝屁了 然而此时飞船已经起飞 强哥察觉到危险 赶忙向地面的族人发起求救 当强哥的族人收到求救信号 立马地扶了这小翅膀 叉叉叉全飞到飞船的顶上 密密麻麻的蟑螂人 直接把飞船的发动机干报废了 飞船随即整个浪的从空中坠落 朝着栓子三人变呱呱呱呱呱呱 急速坠去 此时大量的蟑螂人 已经将三人给团团围住 三人赶忙给自己囊上一针火星剂 全部变成昆虫人 与蟑螂人决意死战 然而蟑螂人却在强哥强弟的指挥下 个三人展开车轮战 却不曾想这仨人是越打越强 越打越强 蟑螂人根本进不了身 强子是一丑 滚吧 把自己来 一招空手接白刃 直接截断了蟑螂将的攻击 然后伸拉硬拽 拽掉了他的蟑螂臂 夸刹一刀 削断了蟑螂将的大坡梗子 栓子的队友一看 赶忙又挡上了一身火星剂 直接再次变身 变成了个强地儿一样的全昆虫形态 虽然队友的攻击力得到了迅速提升 可这个攻击力 却是以生命力为代价 而且仅仅只维持五分钟 就在队友拼尽全力弄死墙地儿后 整个人就丧失了战斗力 强哥一看 便立马朝俩人冲过来 准备为弟弟报仇血恨 就在强哥轮圆了拳头 准备砸下酸子时 突然就整个浪子愣在原地 原来是之前 被张然而扭断脖子的老妹重生了 此时他体内被注射了 飞蛾的活性剂 飞蛾活性剂 看似能够获得重生 但生命力却极其短暂 只见老妹扑隆到了 翅膀的稀稀疏疏 朝底下撒向大量的粉尘 圈子见状立刻明白 老妹只是要利用粉尘爆炸的原理 炸死这帮骗头子 然而蟑螂人却对此毫不知情 手持秃秃枪 抄着空中的蝴蝶将疯狂 子弹瞬间引上空中的粉尘 碰子也炸了个螺蛾 圈前鞭炮提名 而队友则趁机带着圈子飞到了半空 躲过了爆炸的冲击波 蓝射起飞 朝着地球 飞去 翔哥看着脑瓜顶上的飞船 嘿 你们给我懂着 你把我肤色出来了 我把他妈早晚回去祸祸你 推